HELLO 聊四季 天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溜 今天要來看曲折羅倫對上朝鮮 那這張地圖是競技場 那地圖部分我們就不多說 那我們先直接來討論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應該是現在文明裡面勝率最高的 那也是比賽裡面常被ban掉的一個文明 那由於他的各種加成 還有一些兵種來說都太強勢了 例如他的駱駝這個傷害加成實在太猛了 再來就是他的寶兵 九環童子兵 非常非常坎坷步兵 還有一堆垃圾兵 都是非常強勢的 再來就是他的這個閃閃馬也是相當特別 打工兵很強之外 騷擾對方村民閃見石的效果又是更爽 所以曲折羅倫也造就了現在最強的一個文明 那再來就是他的銀罐也是 也是比較OP一點的 因為他有那個食物減免的效果 因為大部分的冰種都是需要食到食物的 好那再來講他的那個科技好了 曲折羅倫剛剛講了那麼多優勢的地方 他居然連火炮都有 我覺得曲折羅倫可以把火炮麻掉 那就可以大佛嫩化了 不然這個文明實在是想幹嘛就幹嘛 完全沒有什麼毛病可以挑的感覺 基本上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韓國 那韓國的話在基金場比較常出現的是封建塔弓 打一個塔弓拱戰術 那為什麼我講塔弓拱呢 因為塔弓拱的話封建時代開始 這個塔的話挖石嘛成本就比較低一點 你挖石頭的成本就很低了 那基本上你上城堡時代經濟上都會贏對方 因為對方一定要勢必拿塔也來跟著對 那如果你差了時間晚的話 那就沒有這個威懾力了 那就是 朝鮮在打封建塔弓拱的時候 那個timing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大概就是射箭場 要趕快下 然後出這個小弓喔 那這個朝鮮呢 出弓兵的話 用木材減免的費用 那算是打塔弓拱的一個 算是首選之一的文明的想法啦 我覺得 因為他的塔弓拱我看過 成功率都是蠻高的 好那這一場 就來看看韓國會不會打這招戰術吧 好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好這邊應該兩邊都是打直層 不會有打那種塔弓拱戰術 那還是要看批數喔 加20P 20P沒出門也沒點封建時代 而且肉這邊比較晚吃第二條豬 看起來沒有打塔弓拱的一個跡象 好那再順便補充一下 韓國的塔 到城堡時代之後 都會自己免費升級 那封建時代 飼料旺塔吧 那到城堡時代的話 就會變成防禦箭塔 到地獄時代就會變成大型箭塔 自動幫你升劍塔的一個科技的路線 好再來講一下他比較特殊的能力喔 是這個 投石車 他的投石車的攻擊最小範圍 然後可以縮小變得很短 大概只有三四的射程 就可以直接投出去 非常非常近的一個距離 所以造就了 朝鮮打投車是非常強勢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的射程 又比別人多一個 檔次 怎麼 會說檔次是因為他不只是加一元層 他是加二元層 所以他的射程總共 非常非常遠 早上我記得十射程吧 把那個射程跟 快要跟火炮可以拼比了 雖然火炮還是比較遠 但這個韓國投石車的射程也是不堪 勢弱的 好 再來看一下這邊 3TC 3TC 驅者魯開局 那這邊先吃一隻駱駝 還有一隻閃閃馬 要來壓制一下地圖 那競技場最重要的就是城堡時代 搶奪遺跡的一個重點 那看起來韓國並沒有想要來搶奪遺跡 那這樣子五個遺跡都被驅者魯拿到的話 這樣就會很傷喔 因為這樣經濟會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這邊就是羅倫沒有挖任何的黃金 喔 現在要補上去了 那黃金跳得非常非常快 五黃金全部幹走 那韓國有機會嗎 而且 韓國也蠻怕火炮這類的單位的 因為韓國他的馬戰車啊 或者是工兵 戰馬 或者是投車 都是非常怕火炮的 但是屈著羅倫又有的火炮 所以我覺得打到後期 不管怎麼說 屈著羅倫是一定會出到火炮的 那韓國的話這邊要打什麼戰術 就其實也不太好決定喔 就要來看一下要怎麼操作 好 那這邊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要打架 兩邊都是一個農死一個狀態 我就農 這邊直接把城D掉來蓋城堡 這邊直接應招這個村民 但是沒招到村民 欸 招到一村 然後來打這個頭車 看到這個城堡應該沒問題 還是蓋得出來 好 那城堡蓋下之後 這一波進攻燒已經結束 兩邊都點下城堡 帝王時代 好 那這邊伐金技術也補上了 那屈著羅這邊點下二級伐金 黃金亮這邊應該會跳得蠻誇張 畢竟是武衣機的一個狀況 欸 這邊為什麼吐遺跡出來 這邊吐遺跡是要把遺跡搬到後面的意思嗎 欸 對喔 欸 對 哇 這邊還有額外的手術喔 去搬這個遺跡把遺跡往後搬 這算一個競技場的細節喔 前景可以蓋前面喔 但是如果真的要打起來的話 最好還是把遺跡往後搬 避免被打爆 然後噴出來造成遺跡被幹走的狀況 好 那這邊看到了 屈著羅倫點下九環童子 的一個金瑞升級喔 欸 這邊還出大象 這個金瑞環刃頭子手 就誕生了 而且 這邊稍微講一個小細節喔 這個環刃頭子手雖然是寶兵 但寶兵這是沒有三攻的 所以他其實 雖然數量多起來就是人型奴炮的概念 但並沒有非常 大家想的那麼厲害 尤其是遇到那種 散兵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他其實並沒有那麼強 因為他並沒有三攻的關係 但我覺得 不用三攻 他就也是蠻好用的 畢竟打垃圾兵也是萬解 好 這邊第一波進口 來看一下 好 這邊頭車直接開砸 傷害非常高 但是這邊屈著羅倫 也是直接出了這個火炮 但火炮並沒有再點頭石車 有點尷尬 哎呀 砸到一台 好 那但是 火炮的射程是12 那看一下這邊 目前射程是10 哇 這邊連這個 金冠也點下了 投擲氣科技 可以讓這個重型投擲車 增加一點射程 哇 直接砸到 哇 哇 死一片 哇 又死一片 紅車非常counter這個九環童子 然後這邊頭車直接砸爛火炮 哇 哇 這個就是最遠頭車 有一個威力啊 連火炮都有機會摸得到 來看一下這邊 再砸 哇 有導力對 好 那目前韓國的策略是 出大量的投死車 然後加上疾兵 去做一個正面印堂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這個策略非常好 因為這個 超險 出這個木材單位 軍事單位 是有這個減免的 那幾兵也是吃木材 剛好他全部的單位都吃到木材 也比較划算一點 剛才出這個肉馬的話 可能會讓這個科技判得不太好 而且會消耗非常大量的肉 畢竟是一個 哥德爾版的一個工兵國 工兵 工兵的 工兵減免的一個文明 那哥德爾是減免肉 那韓國是減免木材 所以他這樣子策略 我覺得算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畢竟投車也是非常害怕騎兵的 那這邊出騎兵的話 也就可以防止對手騎兵衝過來 硬拆投車的局面 那就可以依靠這個投車 作為一個主攻 那戳戳為 肉盾 跟一個 直接打擊對方 風丞相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還真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 這邊投車直接硬拆 哇靠的威力很強 這個是重型火死車 傷害一下有75滴 通常啊 這個只要被砸到這個火炮 瞬間就會被秒殺 這邊沒有全部打到 好來看一下 這邊三台火炮出爛了 我們再砸一台 唉唷 躲掉了一點點 好那九環同志兵 就是一直出 又砸到了一發 基本上這個被摸到一下就倒地了 因為血量只有50滴 再一發 唉唷 又倒一堆 一直倒一直爽啊 唉唷 唉唷 連自己的疾病也在打 太狠了 唉唷 唉唷 這火炮直接踢地板 再沒有提到任何東西 這邊直接硬點嗎 沒有 這也是踢地板 唉唷 這個魚盤非常非常不錯 然後兩台火炮 有村民在修 大家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這裡要小心這個投石很遠 哇靠 就跟你說韓國的投石車真的很遠啊 這跟火炮真的是有得比啊 好 但是這邊 趨著路人出了一些肉馬 要來這邊硬拆這邊 重型投石車 因為投石器還是蠻怕這個肉馬 要出幾兵 我真的覺得算是一個蠻聰明的一個選擇 好 這邊沒有提地板 直接硬點 所以根本沒有砸到 但這個九環同志也不能 哎唷 直接收掉 十一 好 主要是直接硬拆這個巨型投石機 那由於這個 環刃投石手 他的攻擊類型 是近戰單位 步兵啦 他嚴格常來說他是步兵 所以他雖然這個丟出來 打這個巨型投石機 是要持這個進防 所以他打這個巨型投石機 也是相當相當快的 這個也傷害 那順帶一提 這個環刃投石手 他是不吃彈道血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他攻擊類型是步兵的 所以是並不會吃到彈道血的一個 射程的一個加成 所以玩九環 環刃投石手的話 一定要去點那個步兵線的科技 像那個護衛技術啊 還有那個 步兵防禦 還有步兵攻擊 這是他一個重點 好 這邊 正面城堡 全速拆光 三巨頭搞定一切 那這邊 火炮還想要再繼續拆嗎 再來一炮 倒 呃呦 殘血 來一下 很狠很狠 好 這邊頭車繼續出 呃 由於 趨著如果人有五遺跡的關係 這黃金 這樣還是蠻多的 非常沒問題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 拆這些頭車就是不問題 這頭車一直出也是蠻難受的 火炮 火炮 要不要在家裡蓋個BK 出火炮啊 不然這前線的BK 全部被拆掉之後 火炮就出不了了 那要不要在家裡補下BK 欸 這裡沒有先補下BK 先補城堡 看來要繼續出這個環刃投石手 並沒有想要來直接出 爆一堆 閃閃馬 直接打 畢竟出閃閃馬也打不贏這個疾兵 因為閃閃馬確實 遇上疾兵是非常非常無力的 但相對的 對付工兵跟箭矢的傷害來說 就是相當有依靠 好 那這邊大量的投石車直接硬砸 哇 這個建築物的血量掉得非常非常快 然後韓國這邊直接硬插塔 把這個大型箭塔給插了起來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 這個大型箭塔 他也不用研發 直接省下研發時間跟成本 這個大型箭塔就完成了 攻擊力5 8加5 攻擊力13的威力 來射這個洛馬也是綽綽有餘 好 那這邊點下了異城技術 那這個技術 對韓國來說也是算蠻核心的 但前期也不太會點 也算是後期才會點的一個科技 基本上韓國的科技都是後期才會點 因為韓國的這個異城技術 除非打塔攻推 不太可能會去點 然後這邊大家洛馬直接上來 才把這個投資車全部拆掉啊 哇 村民直接上來硬敲 哇 這裡沒擊兵應該是解的掉 哇 韓國這邊有點小尷尬 因為在忙著蓋這個大型箭塔 導致他前線沒帶空 基本上都送光光了 那投資車全部送光之後 後面再繼續補出來 但是門口有非常大量的大型箭塔 哇 打這個 團刃頭之手跟肉馬也算是 蠻有殺傷力的 你看這個傷害 哇 這個大型箭塔 被點到還是很痛啊 好 那三級射補下之後 這個朝鮮的箭塔 威力物再給大家更上一層了 8加7箭塔 怎麼打 而且這裡你看 這些圈圈的範圍 都是在大型箭塔裡的射程 非常非常的狠 直接把驅著羅人鎖在家裡 好 這邊想要插大型箭塔 結果還被抓包 那右邊就能慢慢往右邊發展出去 這邊還有城堡的黃金這兩塊 挖完就是沒有了 這算是最後的保命金了 但是 即使黃金挖完了 家裡還有五遺跡喔 那就要看一下驅嘴羅 這邊要怎麼善用自己最後的遺跡 好 這邊直接提地板 打這個肉馬嗎 大量肉馬過來 知道怎麼打 炸 炸後面嗎 沒有 往前炸火炮 哇 火炮的聲音被炸掉 放了一發 哇 但是這邊又更多肉馬 又再解掉了這一波的攻勢 哇 肉馬拆光合力速度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 均嶼頭子機也被拆到生意台 好 環了頭子手直接收掉 看來這個驅嘴羅還是蠻OP的吧 環了頭子手真的是萬解 要解鎖都可以 雖然就是蠻怕頭車的 但是頭車又可以靠肉馬解決 但是肉馬的話 又我們剛剛說到 那個薩必利科技 可以讓這個肉馬 消耗量的食物又變得更少一點 所以這邊出肉馬壓力並不是特別大 好 那這邊直接突破大型箭塔的射程 衝了出去 好 算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但是衝出去之後 這個是競技場喔 後面避免他 不太可能騷擾到家裡農田 所以衝出去也不知道該打哪裡喔 直接抓這個頭車也算是明智的選擇 好 好 更多的疾兵野人上來 但是這個疾兵 非常害怕這個環刃頭子手 環刃頭子手 終究還是要靠大型箭塔 跟這個重型頭石側 解解了 不然這種人會出大血 好 那在加利路火炮繼續補了上來 那右邊巨頭出來之後 又要繼續拆了 這邊有點危險 這個頭車有點距離太近 趕快往後拉 因為這邊是在城堡射程那樣 被城堡射一下很快就被收掉了 好大量弱馬 想要再來解一波 但是直接被砸了一下倒地 哇 這個踢地板踢得好啊 大量弱馬 直接被砸 哎呦 嗚 這個石射程的頭車 再來踢地板 哇 又死了弱馬 欸這個韓國玩家 摩德里也算是 喔唷有找到 也算是很會聽欸 欸 在這邊 出老頭研發 招工程器技術 但射程 似乎有點尷尬喔 因為這個頭車射程實在太遠了 石射程 哇 直接砸光 太狠了 好 城堡右邊已經掉了 那這邊右邊掉的話 黃金也斷了 現在只能靠家裡的武儀姬 這邊還點下宗教狂樂 有必要嗎 有必要這樣打嗎 有點看不太懂欸 但是韓國這邊也斷黃金了 黃金是那72 如果真的拖到大大大好奇的話 我覺得 朝鮮就會輸的 那就要看一下 驅者羅這邊的心態有沒有堅持住 只要度過這一段空窗期 所以 就還是有機會打得贏的喔 因為畢竟他是武儀姬阿 好 啟示思想一點一下 我們搞得好像在打 這個王 在玩這個 森旅果 這邊又斬到 好 少量的環樂投資手 想要來硬解 但是這邊有點 可以解掉一隻 沒問題 第二彈應該是 硬解來解掉啦 不錯不錯 好 那目前朝鮮這邊 黃金 稍微來拖挖一下 驅者羅加萬一的黃金 黃金稍微恢復了一點點 繼續補下這個頭車 那頭車 可能也快要斷了 這個黃金沒了之後 這個頭車剩下三才 真的要好好保護一下 再打一下 11 好 那驅者羅 打這個窄口很強喔 這個環樂投資兵直接 但是這邊 閃兵直接閃出來 這個環樂投資手 並沒有一個太多的一個 攻擊輸出的空間 因為後面有頭車直接過來 想要硬砸 砸到老頭 漂亮啦 再來一發巨頭爆開 Nice 頭車繼續開始無情亂砸 這邊能不能找到最遠的 差一點頭出去 這邊就頭目顯了喔 但是這邊好像直接被幾兵硬打 傳任猴子手直接被戳光 有可能嗎 沒辦法 傷害是有點低 這邊頭車還有 繼續 繼續出 繼續炸 爛肉馬再出來 這部攻城區可能會懸導 但沒有問題 幾兵有再繼續出 產量還是蠻多的 只要這邊幾兵產量夠多 這個頭車就沒問題 賣了一堆石 木頭 木頭四千多是怎麼回事 好 左邊這邊 翹翹蓋雷出去了 左邊也是有馬修 但馬修 始終找不到一個破口 可以去偷韓國經濟 有點可惜 好 大量的頭車再度集結 沒有TD板 肉馬直接上來 頭車直接打掉自己的 頭車 但沒有關係 後面還有幾台 四台 哇 五巨頭 要來直接秒拆城堡了嗎 這個城堡找到掉了 好 那這邊 這個PC掉了 應該就GG了 雖然沒有掉 我看也是GG了 這個應該是沒救了 直接被淹在家裡 家裡的兵也不夠多 環樂投資手出量也很少 因為只剩最後城堡再出了 所以出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這邊肉馬想要來硬解 也被疾兵 也被打個正早 哇 肉馬也全部送光 這邊射程非常遠 投車 環樂投資手射程只有6 對 要來這邊硬打這個疾兵也是蠻困難的 只要一打疾兵的話 就可能被投車投到 那這邊疾兵只要空好 把全部的疾兵控制在投車附近 基本上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反正投資手只能打前線的一些疾兵 但意義不大 慢慢插了進來 這邊一個攻防站 看起來韓國相當強勢 這裡砸到就要GG了 唉唷好恐怖 直接上來硬出巨頭 能不能砸到一台呢 唉唷這個巨頭沒砸到 來了 重型投死車 一步一步 超超逼近 能砸到嗎 NICE 沒了 倒光 剩三隻 看起來是要打出GG了 四台巨頭還存活 城堡一掉 就能搞定這一場了 好 城堡爆開 沒有東西可以繼續防守了 還想要來拆投車 但拆不掉 疾兵數量還是很多 哇 死車也死車 還在打還在打 這個你要怎麼打 這個沒救了吧 去著羅子要怎麼打 我看不懂我看不懂 黃金剩下五魚雞黃金在跳 那韓國這部黃金的量是完全見底 那去 哇靠 找到一堆自己的疾兵 還有心態嗎 去著羅還有心態嗎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心態呢 我覺得是沒心態 這個田都被弄得差不多 外面也被疾兵逛街 實在是沒有太多地方 可以好到產之院了 這裡也被抓包 韓國其實是有偷偷在外面做事 並不是只有努力往前攻而已 這邊道特 終於打出了GG 哇整個Model裡 頭車看得很舒服 狂砸猛砸了 好看一下經濟 經濟朝鮮 哇木頭直接爆表 直接快要領先快一倍的木材量 食物的話是 去著羅這邊比較多一點 也沒有太多 因為本身 他的肉量 雖然是需要很大量 但是只要點下薩地利之後 肉量需求量就會 比較減少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是 間際上的問題 這感覺是 真的頭車太強 火炮真的沒有控好 一直去拆對手的 這個 重型頭死車的話 感覺真是沒搞頭 這個一直出 這個環刃頭子手 也是個問題 你不出的話 又會被幾兵戳過來 你只出肉馬的話 又會被戳爆 所以就會很尷尬 到底要出環刃頭子手還是火炮 就是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是 這兩個一定要出 就是 搭配組合 比例要分得比較好一點 才有機會打贏這一場 是覺得 道德這邊如果再打的 手術再更好一點 兵操作再更好 火炮 火的夠多 然後拆掉 頭子車更多一點 那朝鮮可能這邊會 因為無遺跡 然後最後沒有黃金 然後打輸這場比賽 這可能性是比較高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